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6月2日 今天是星期五 來到星期五的晚上 這個是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 揭露時事 我們這節要繼續跟大家揭露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 其實是不停有事發生 文情 一定會慢慢改變 當然了 我們有時 跟大家報導 和分析時事 我們自己或多或少 是有一點點願望 在裏面 但是 我們跟大家 也盡量做客觀持平的分析 避免擺太多 是一些願望在裏面 不過 即使我們包含著一些願望和看法 實際上中國大陸 其實真的是 越來越離譜 原本中國大陸 就是如此過分 大家都知道 生活在香港的人 從來都慶幸自己 生活的地方叫做香港 不是中國內地 但是 現在 今時今日 香港是迅速惡化 香港是一班 人渣惡棍 控制了這個地方 這班人 是要將香港變成 跟中國內地 是一模一樣 所以 中國大陸會發生的事情 今天在香港也發生 這個關於荷里活案件 留給Tony跟大家詳細說 我們要研究的是中國內地 本身還有著大量的問題 這節要說的內容 原本就是發生在河南 的一宗正常的事件 但是這件事 由官方 將它延誤 再變成了 一場災難 由災難 再變成敏感詞 所有提及這件事的人 全部要被滅聲 這個就是中國大陸的情況 這個就是香港 接下來的情況 甚至乎不只是香港 如果任由 中國大陸 中國共產黨 這種邪惡行為 是不停蔓延 只會有更加多人受害 所以其實 大家除了想光復香港之外 真的有一件事你一定要記得 共產主義 還有中國共產黨 是一定要整個年根拔起 共產主義是病毒來的 這個病毒 在很多地方 危害甚深 有非常之多的人受害 絕對不能夠姑息 我們說下去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這個是付費方式 希望經濟能力許可的聽眾 支持者記得繼續支持我們 也請大家 記得一定要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尤其是已經付費的朋友 也記得 免費模式是很重要 我們也一直是致力 想將節目 盡量繼續用 免費開放的形式 所以免費模式也是本台其中一個重要經營模式 敬請大家記得幫忙支持 實在 你沒有甚麼理由不幫忙 方法很簡單 打開我們節目 清單 欣賞 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你還可以增速播放 你還可以全天候播放 敬請大家記得幫忙支持 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記得繼續按閃電鍵 我們再補充 我們自從上一次 舉行了這個集訓 亦都是發佈了集訓的影片 多了很多人 當然 不是忽然間外來的人 本身我們可能已經是認識的人 亦都很有興趣報名加油 我們真的再一再強調 這些 技術 以及常識 還有思考方式 這個 被稱之為軍人的訓練 實際上在日常生活 又或者是求職 也是很有作用 因為這個其實就叫做風險處理 還有風險 臨場應變 這樣的 能力的人 我們又叫他做士兵 又可以 再提升 變成軍官 是領導人才來的 絕大多數的公司 以及機構都很喜歡 更加對於我們的未來 是有幫助 不單止是香港的 各位 如果全世界在任何地方 有要事發生 香港人看不過眼 是一樣 是可以去幫忙 正好烏克蘭的事件 就是告訴全世界 很多想去幫忙的人 才發現自己 原來 技能 實在是相當不足 所以 千萬不要覺得 要去接受軍事訓練 就是要做體能 只是開槍 實際上還有很多技能 包括駕駛交通工具 相關的聯絡方法 通訊技術 還有很多其他技能 全部都是非常實用 還有情報收集的技能 還有跟蹤和反跟蹤的技能 我們回來研究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我們認識的民運人士 他們也對於接受訓練 是很有興趣表示 大家都覺得 我們需要多走一步 再說一次 不是我們說 這樣就可以立即贏 但是 我們是多嘗試一步 每多嘗試一步 對方 的壓力 就增加 對方可以調動的棋就減少 大家就是一場角力 你增加一步進逼 對方 就是減少了一步棋 可以走下去 我們也 很認真說 我們強力反對這個叫做等天收 這一句 可以是詛咒 可以是助紐 但是不應該是在 實際的行動上 我們不反對詛咒 但是在實質的行動上 應該要積極 進行壓制 哪怕是最簡單的訓練 哪怕是最簡單的情報收集 都不要放過他 這個就叫做對他進行壓迫 我們回到河南 為什麼你不可以放過他 就是因為這個國家 其實真的是殘民自肥 實際上 在中國內地 是有很大的土壤 隨時有大爆發 因為對中國大陸官方的不滿 其實是不斷發酵 由這個 防疫開始 再到接下來可能叫做戰爭動員 看看這個 叫做 防疫 還有經濟崩潰 已經有大量的人 對習近平政權 極度不滿 習近平政權 身邊的拆鞋子 身邊的太監 跟公公 繼續在那邊沾沾自起 甚至乎大搞 這個 學習習近平思想 習近平有甚麼思想 我就不知道 中國大陸吃都沒得吃 搞到收割小麥 還要 搞到延誤 事源也很簡單 上糧不正 下糧歪 下面的官員 薄老命打算貪污 結果早前 就是有小麥 收割機 在公路上 被交通警察截查 交通警察絕對不是跟你維持交通治安 是為了要攔路收費 中國大陸 是出名做這些事 全世界都不是這樣的 還有一些藍絲好意思 說多謝香港警察 香港警察現在就是跟內地的公安慢慢看齊 本身 未在2019年之前 其實就已經知道 香港警察 是天天出去接受人家的款待 包括 吃喝玩樂 喝酒 打關係 幫人行方便 其實未2019年之前 香港已經在做 現在更加是可以明目張膽地做 贊成的人 是預計了一定要吃回力錶 是預計了要做中國大陸 裏面的禮物 中國大陸 的交通警就是為了貪小便宜 為了要貪裝枉飯 為了難路收費 結果攔著 收割機 原來是趕著要去收割 如果再不收割 糧倉就出事了 所以這件事 就是出現了一個連鎖反應 繼續大爆下去 結果 中國大陸為了要禁止 糧倉和小麥 出事了 所有再提小麥的人 尤其是 最近還有人發佈相關的視頻 居然 不是去處理 就是那個交通警的貪裝枉法 而是 誰繼續出來說這件事 就去對付說這件事的人 只是這件事 對中共 其實真的是全世界都不能夠容忍 我們就算不是香港人 也不應該容忍 一個地方是可以那麼離譜 是可以這樣 去對待人民 他不單止對待人民 他還想對待全世界的人 用相同的手法 如果中共 早十年被他偷雞成功 控制更加多的媒體 控制更加多的政客 甚至乎控制其他國家的政府 他們就會用相同的方法 將其他地方的人 變成中國共產黨的奴隸 如果這個邪惡政權 真的被他們控制世界 全世界 就會多了幾億的奴隸 這個就是他們想做的事 所以其實真的是 絕對不可以放過他們 你今天 想生活在香港做藍絲 是你閣下的自由 但是你的自由 是用其他人的自由來換取 你這個 就叫做人渣行為 香港的藍絲 最離譜的就是這裏 還要不斷 幫政權說話 你自己犧牲自己的自由 不要緊 你是犧牲全部其他人 為了換取你 現在這一刻 的小小的安樂 河南 處理這件小墨事件 不是懲處 相關的交通警 又或者調查 收割延誤事件 而是將那些繼續發佈這件事的事實的人 控告他們 說他們是尋釁之事 捏造虛假事實 香港現在正正是不斷出現相關的影子 例如這個維吾爾人的案件 相關的案件 現在當然是被滅聲 如果當事人安然無揚 怎麼會是現在的情況呢 一早已經見到本人出來了 正正 是真的發生了 這件事 現在 搞大了 要出來 要出來掩蓋這件事 跟當日銅鑼灣書店 簡直是預出一切 甚至乎 叫他們出來把事情平息 跟著自己配合 中國大陸也是相同的情況 現在內地網民 對這件事 開始起兇 覺得實在太過離譜了 原本就是官方 做錯事 居然全部都怪在人民頭上 跟香港真的很相似 香港無論有甚麼事發生 都跟你說是市民不對 政府 100%適合 所以 真的不是開玩笑 不能夠容忍他 有任何方法可以把他抓到 我們也應該要做 接下來六四了 六四 又是他們 跟你說要抓人 要尋釁之事 要對付 但是我相信聰明的香港人 一定 可以告訴全世界 你對自由 你對民主 你對民主的追求 我們那團火還未關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我們今天節目跟大家說到這裏 我們明天再見 可不可以 仔細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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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好的 谢谢大家